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书成人也相间中的美味 内有压拐 外有豆皮 名字叫园子 外形却跟园子不搭边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多种水果齐发力 一起打造的烤羊肉烤羊排到底有多鲜甜 需要竹竿 石墨 豹姿刀 合力塑造的美食 有多弹牙爽滑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书成人也相间的美味 安徽省鹿安市书成县 勤劳的人们收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鱼 鸡 鸭各色食材 在人们的巧手妙思之下变成各色美味 有一张薄如禅意的保纸 不仅包裹住一家人的天伦之乐 同时也包裹住众多食材中的点睛之笔 它与手部有关 同时也让离香的游子魂牵梦营 究竟是什么美食呢 这里边小人吃 会叫唤的虎头娃娃 这个可能我那年代已经没有了 这应该是特别老实的那种 二八自行车 对吧 走 打开水去了 面条好了 这小物件都是你从哪儿弄来的 收的 床年收的 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缓旧的人 我小小年纪看着现在这么老 我们这里来重要的客人 一碗面 蛋皮肉丝就是最高的接待 八零后的人正大哥喜欢做美食 也爱收集老物件 他认为老物件和美食 都承载着怀念和满满的回忆 今天他要制作一道包出来的美食 这道美食是最具童年记忆的美食之一 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感觉像有什么巨人的大脚印走上去 像风吹麦浪 这个风太大了 所以咱们这是到这个藕堂来了是吧 对 大哥您这采了多少斤了 一千多斤 人正大哥说 要想制作这道包出来的传统美食 首先要下水田 采集莲藕 对于采集莲藕 味道调查员不陌生 但是苏承仁采集联络的方式有些壮观 水扬好大啊这个就是 所以是拿这个水枪冲这个 对对对 泥泥里边是吧 这样的话就是人会节省很多的力气 这个劲好大啊 点不住啊 我有点把不住 这个枪的劲儿特别大 冲起来的是吗就是 把不住了 把不住了 人正大哥快点 你帮我扶着一下 用高压水枪往淤泥中冲去 不一会儿就冲出了一节节的鲜莲藕 省时省力 又可以保证莲藕的品相 不得不说这是生活的智慧 我以为是来辛苦的挖藕的 没想到是在这藕堂上面捡藕 这个大 哎呀 都带上 吃不掉的 吃不掉的 因为 捡太多了 这是荷塘捡藕来了 够了吧大哥咱们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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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调查员没想到 采集莲藕竟然如此轻松 更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 任大哥早早就准备好了一块大石头 这是要做什么呢 岁月的变迁 就出来这藕泥了 来回上下 那为啥不直接用那种搅拌机破壁机给它打成泥 纤维就全部打断了 吃起来就不会有这种口感 这个就很明显了 其实靠手腕的推力就可以了 对它就很损失 瞬间觉得自己动作优美了起来 把点磨 付出很多 今晚里都吃一口 太费劲了 在味道调查员和任大哥的努力下 莲藕成功变成了护状 接下来他们要去寻找一种靠时间成就的咸鲜食材 那是什么呢 你看它就开始吃了吧 可以抓吗 现在还没稳定 稳定咋稳定 抓住了抓住了 阿婆 你知道任大哥的做饭做得好不 他们问吴做饭可好吃 好吃 好吃啊 我这样大舍子吃饭可不吃 好不吃 你看我们要把这个鸭子进行腌制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盐啊 均匀地抹在这个鸭的这个区域 盐水泡到一到两天 再拿到太阳底下暴晒 七天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食用了 你看已经往下滴这个咸水了 梳成的咸化 饭桌上不同的咸味 通常咸鲜浓郁 越嚼越香 是很多食客的钟爱 无论是鸭子 鸡肉 还是鹅肉 只要一把盐 风干几天之后 都可以蜕变成一道 独具特色的地方风味 任大哥说 这整只鸭子 它们所需要的 竟是关节处的一点精华 待会咱们取用的就是这一块鸭拐的位置 对对对就是这个区 这个真的看着就很诱人 你看冒油 而且是透亮的 金黄透亮的 感觉不够吃啊 就这么一小块 感觉就像一小段筋 鸭掌上方 关节处的筋就是鸭拐 莲藕 鸭拐 要如何制作包出来的美食呢 怎么着 您现在是带我出来散散步了 这个丸子我们等一下给它穿一件衣服 我现在带你去找这件衣服 你尝一下 这圆圆的就能闻到这个豆香味 对吧 烧开了碰一下你 是吧 好香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圆子的小外衣了 对对 你可以尝一下 尝一下新鲜的这些豆浆 有点烫 好浓郁啊 就跳起来了 跳起来 很厉害 很厉害 好完美哦 这一张 而且好透啊 这么薄 是吧 面纱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幸福感提起来 好丝滑 这个吃起来 对 你吃了一块 揪了一块 一锅豆浆 表面慢慢凝结成一张薄如铲翼的豆皮 用一根竹签把豆皮挑起 这件薄如蝉翼的衣裳就出现了 结白的豆浆 透亮的豆皮 空气里飘散的豆香 大爷忙碌的身影 都是任大哥从小到大的点滴记忆 美食总能勾起人心中最温暖的回忆 就你尝了很多山珍海味之后 你反而去找最初的那个最原始的味道 蝉藕 鸭拐 豆皮 食材都已就位 这道包出来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煮鲜料是藕 猪肉馅 两勺的料酒 酱油 好香啊 这味道 已经有点扎实了 把它搅匀一点 再打两个鸡蛋 它也可以起到很好定型 更好的提鲜 好了 搅匀了 十几只鸭子的鸭拐 十几只鸭子的鸭拐 现在把它加到这里面 香油 猪肉泥 莲藕泥 鸡蛋 香菜 切碎的鸭拐 一起搅拌均匀 猪肉泥增加肉香 莲藕泥 香菜增加清香味 鸭拐进一步增加咀嚼的口感 鸡蛋可以让多种食材更好的凝聚 最后豆皮就要出场了 真的跟裁缝似的 你要像包大一点 包小一点 大的呗 吃得过瘾一点 有点像包包子 再对着 对 然后放起来 这就包好了一个 这就是个丸子 圆子 这就是圆子是吗 四方四镇 一点也不圆的圆子 对 这个造型属实有点意外 这是我们老家传统的包法 反正跟我最初想象中 是完全不一样 准备下锅了 好了 豆皮包住满满的馅 上锅蒸制 这个外形不像圆子的美食 就是说成传统的豆皮圆子 她包的 美女包的 我包的 好吃 好吃吗 这个压鬼 特别神奇口感 好有韧气 我这第三块了 怎么样 可以 好吃好吃 一份豆皮圆子 包裹的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 也是对家乡的热爱 有水果大军相伴的烤羊肉 有多诱人 有多美图花 我也是第一美人 继继续夸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小伙子吃着没 好香啊 您是汪汪大哥吗 对我是 听说你们家这个肉特别好吃 我远远就闻到这香味了 我真的忙 小伯过来帮忙 我就直接来帮忙 过来 行行行 早就在这煎饺呢 免费来了个跑堂子 我烤得好焦香啊已经 我来试试 你来试试 掂量掂量 我就专门来找你家 不仅要吃到这好吃的 我还得学得怎么做呀 可以的 那明天白天我就跟您学可以吧 行的 我帮你上菜吧 可以 你把我烤鸡起来 烤不好 烤不好可以抓你 烤不好 别给我扣钱就这样 夜市是城市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烤炉上飘起的鸟鸟青烟 诱惑着人们的味蕾 在书城也有这样一个汤味 这里制作的烤羊肉串和烤羊排 也成为大家无法割舍的一处味道 这个味道的背后 有着什么样意想不到的秘方呢 跟汪玄文大哥一起先抓羊 那边全部都是羊 这怎么抓呀 他们就在山坡上乱跑 但我们今天学的 是高羊 比较细 比较润 一个脚弯起来 往后背的这种 一年多年 年龄 就找一只青年小羊 青年小伙 这公羊 它属于老羊 老羊 它看起来就很德高望重 你知道吗 它那个羊虎虚都很长了 我来挑一只 准备上手 哎呀 抓到了 抓到了 哇 这么快就抓上了 我来抱抱 二十多斤吧 二十多斤还行 我能成熟 它很可爱 但是 对 按照汪大哥的要求 跟羊肉搭档的食材 都有一个要求 就是甜蜜蜜 这第一种甜蜜蜜食材 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是来取蜂蜜了 对 有什么防护设备吗 就这一个 那咱们 够个人的安全 你们呢 我们就不需要了 被遮一下不得了啊这 你给我记紧一点 一点缝都别漏啊 哎呦 累着了 累着了 哇 都机蜜了 你看看 看到了 哇 好多蜜蜜 都快点快点 手头还没带 我心里想着别这 我别这 有种开潘多拉的磨盒的感觉 哇 好多密密麻麻的 还有风高 我现在一动不敢动 大哥好淡定 这是有了吗 他现在在沿着我的身子往上爬 不要找到空隙 他会回去的 我好僵硬啊现在 那我们学生底下这个蜜 哎呦 这块漂亮 感觉就不一样 这很重 对 很沉 里边全是蜜 全是蜜 我直接上嘴咬一口 好纯 好浓郁的 这就是甜的跟蜜一样 新鲜采集的蜂蜜味甜 口感绵软细腻 厚味悠长 给人一种芬芳甜美 十分润滑的感觉 汪大哥说 蜂蜜只是众多食材中的一员 还要继续寻找甜蜜蜜的食材 好 这蜜蜜蜜啊 哇 这蜜蜜蜜啊 这个放着几天过后 你现在吃很甜 很甜很甜的 这边好多啊 这蜜蜜蜜蜜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哇 你摘的挺多的 已经这么大一筐了 你看圆圆的 蜜蜜蜜 五行就是饱满的 然后颜色黄一点的 成熟度就比较高 这么大一筐 太甜了 它真的就是一种甜蜜蜜的味道 你就给我挑最好吃的 吃最甜的就行了 实现阳光玫瑰自由了 不好 那走 泥侯桃 果肉淡绿 肉质细腻 葡萄 果肉紧实 甘甜多汁 味道调查员边吃水果边思考 泥侯桃 葡萄 橙子 苹果 这些水果确实甜蜜蜜 但是跟有山味的羊肉 要如何搭配呢 青年小羊排 比平常那种烤全羊的 那个羊排要小很多 磨精把它吸干水分 有水分的话 保持不了它的香味 给它让它更入味一点 就每一个骨头中间这个缝 给它给切开了 今天这用上水果还不少 又多了两样 先切蜜蜜蜜糖 酸一点 我们这是辅料 酸味能整合这个羊排的香味 所以这些水果 今天全部都变成配角了 对 我肚子里边鼓鼓喉喉的 全是这个葡萄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葡萄 和米猴桃一起放到榨汁机 对 哦 都是绿色的 刚好 好 够了 香味吸收到这个羊排里面去 这一步看起来 有点像黑暗料理 其实 在家里边应该想不到这样去做 放这个 这叫黑胡椒汁 增加这个羊排的香味 淋浇粉 这个要多加 羊排提香 提香的 我能隐隐地闻到那个 猕猴桃这种果香味 又能闻到特别浓烈的 黑胡椒的味道 将猕猴桃 葡萄打成汁 为羊排提供果香味 黑胡椒酱汁 为羊排提供辛辣味 洋葱 洋葱提供清香味 在羊排腌制的时间里 汪大哥用同样的方法 为羊肉块进行腌制 串串 先串羊肉 第一次尝试水果羊肉串 怎么串得行 这能好吃吗 能好吃 绝对好吃 这很像串糖葫芦的感觉 羊肉遇上猕猴桃和苹果 看着好吃 烤起来更好吃 通过水果腌制的羊肉 带有清香之味 一块羊肉 一块苹果 一块羊肉 一块猕猴桃 共同组成了水果羊肉串 有了水果大军加持的羊肉串 到底什么滋味呢 起火 开烤 羊肉串喽 羊串 水果羊串了 羊肉串喘的老板娘好幸福啊 在一起吃了一辈子苦 这也要翻一下 不然那火当人一呼叫 哎呦 我有一点焦了 不要挨得这么厉害 挨近一点 刷刷刷 刷刷刷 是不是有那个架势 再抖两下 小湖饭店正式开张啊 大家要来选择 羊肉经过烫火的烤制 油脂爆香 外层的焦脆和内层的鲜嫩 层叠呈现 油脂顺着饱满的羊肉纹路 滑进炭炉 滋滋冒响 除了肉汁的焦香味 水果香气也慢慢飘散开来 果香四溢 这香味吸引来了大朋友 小朋友 叫我姐姐 我给你 姐姐 还有 这就是美食的诱惑吗 这就是撸串嘛 边烤边撸 嗯 这么香啊 完美 即使是平常的夜晚 喧闹的夜市 也能卸在人们一天的疲惫 值得来此寻找片刻的惬意 夜市的烧烤摊 也是都市人心中的一处栖息地 汪大哥说水果羊肉串 那是一级鲜甜 这个烧烤摊上的中级鲜甜 是羊排 接下来 最富冲击力的画面来了 你们又看着了 想吃吗 还要想吃 一个橙子过来 让我们今天采的蜂蜜 去油腻 而且会不会表面 起一层那种焦糖那样 对 可以了 见负你的想象 泥喉桃丁 苹果丁 橙子丁 葡萄丁 水果大军们 都在羊排上汇合 随着炭火的加持 水果的清香之味 都渗透进羊排中 一部分汁水被羊肉吸收 一部分被炭火烤干 化为糖分 裹在羊排表面 最后还要再刷上 用橙汁蜂蜜调制的蜜料 光看这操作 味道调查员觉得 羊排不好吃都不可能 2016年汪大哥和妻子 为了能更多地陪伴女儿 结束外出打工生涯 回到家乡 织起了烧烤摊 美食是生计 更是对家的眷恋 苦涩的橡栗 怎么能变身成为 谈牙爽滑的美食 果然越危险的地方 越迷人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味道调查员戴着草帽 跨着竹篓 拿着肠杆 就跟李长春师傅上山 寻找制作美食需要的食材 看两人的架势 这食材不好采摘 慢点李叔我还没下来 你咋都上树了 我本来想让你护着我点 你 我们小时候在山里长大 怕树我们行 有一个砸到我头上了 就一扎就扎到手了 调整好我的武器 非常不好控制 从树上新摘下来的板栗 那就是一个刺头 包去外壳 变身糖炒板栗后 才成为很多人熟悉的样子和味道 那抹香甜润糯的滋味 是很多人甜蜜的记忆 打完板栗 李叔要带味道调查员 去打另一种食材 像树在树 不理系打人 早不断的 我尝一下 树 树吃的 好色呀 这都吃吗 真的不能吃 真的不能吃 今天晚我们就可以给你做着吃了 当地很多可以做好多好吃 对很多很多好吃的 不合大味 夫妻档配合得特别好 二人形影不理 果然越危险的地方越迷人 撞到帽子里 甜香的板栗和苦涩的项栗 到底能制作成什么美食呢 李叔叔说 脱壳的项栗先晾晒再冲水 就是为了减少项栗中的丹瘤酸 减少苦涩味 项栗要制作成美食 还要进行大变身 好疼哦 好疼哦 跟一般的磨好像不太一样 是不是得双人比较 对 得劲 哦 啊 啊 要不我还是来加这个吧 哈哈 我不害这个 夫妻档的这个默契了 哎 你们节奏太快了 我得见缝插针 只有我一个人是慌乱的 你们是几岁认识的 是二十岁认识的 哦 那到现在多少年的爱情故事了 现在有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磨好的项栗湿粉 要通过纱布来回推动 搅拌 过滤 沉淀 才能收获项栗粉 淡黄色细腻的项栗粉 需要搭配红薯粉 和温水充分搅拌 之后上锅蒸 这有点像做那种 肠粉 我跟妈妈的朋友 粉都给均匀 让均匀是吧 我永远都能听到 李叔从远处传来的 爽朗的笑声 总是备见其人 先闻其声 随着蒸汽的上升 香粒粉逐渐凝结成形 李叔叔和张胜香 阿姨制作这道项栗美食 已经有八年多了 两人一起剪 一起磨 一起制作 尽管很辛苦 但是老两口很满足 人要实心实意的 实心活要空心 他能收到货 这个软压的粉就出了 这有点像热乎的瓷疤的那种 现在就可以上粉了 我以为是它一张一张的起 不是的 应该不是的 是一层一层叠上去 一层一层一上 所以我们出来的应该是很厚的 对了 整个列作上去的话 我们要五个小时的 那好费劲啊 蒸好的项栗粉皮 质地像肠粉 颜色是棕红色 张阿姨说 项栗粉皮要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 一共要叠十四层 再晾凉 李叔叔又拿出来了一个神器 这是你自制的机器吗 对 这也是在根据它的宽度调节 对 就这样一根一根的粉丝就出来了 很棒 还可以 我感觉还挺成功的 它这个弹性和韧镜 比普通的面条要更强一点 李叔叔叔 他说之所以要一层层的蒸 是要保证每一层都蒸熟 这样当粉皮变成粉块 粉块变成粉丝时 才能保证每根粉丝口感爽滑 弹牙筋道 采摘的板栗 到底要怎么跟项栗粉丝结合呢 咱们这个是用了什么鸡肉啊 咱俩呢 没有什么多余的优势 也很薄 我从麻辣 李叔你为什么不做饭呀 我做饭 我做的好吃 哦 有一个花的名字 美女姑娘做麻辣啊 将鸡肉炒到金黄 加入豆瓣酱 辣椒 当鸡肉收缩变紧实时 加入板栗 加水炖煮 再加入项栗粉丝 继续炖煮 半个小时 鸡肉项栗粉丝 就制作完成了 鸡肉紧实 项栗粉丝清香 板栗甜润 有点像红薯粉的口感 那比红薯粉更脆一点 好吃就多吃了 多吃一些啊 孩子以前呢 吃光了他妈妈做的菜 嗯 我们一到后备去啊 他说妈妈 你和爸爸在这里 堵在几天 要做菜给他吃 哦 吃光了他做的菜 人正大哥希望自己 可以传承老一辈人的手艺 将家乡传统美食复原 一代代传承 汪选文大哥 希望将家乡的物产 进行新奇搭配 创造出更多的烧烤美味 使自己家生意 越来越好时 给家乡人带来 不一样的滋味 义苦是为了丝甜 唯一这些苦难的过去 是为了更好享受 现在当下的幸福生活 李长春叔叔和张胜香阿姨 希望自己制作的 项栗粉丝 能有更好的市场 有更多的人 能品尝到书成的美味 美食是他们的回忆 更是对家乡的眷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